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任远投顾杨天迪 今天是1月16号 礼拜二 早班台股是开低的 但是开低之后往上走 那往上走 蛮厉害的 最后要往上拉 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为什么那么厉害 因为我们有三 这一次外资汇进来 根据央行的统计 汇进来570亿的台币 那其中有250亿进入到股市 还有320亿没进来 所以央行现在正在想办法让他们把资金移到台股身上 所以最近看 最近的尾盘都会拉 而且能拉一些全职股 所以尾盘看起来 哇 没有涨什么 本来都没有涨什么 本来都平平的 尾盘就拉上去 这是目前的一个盘面结构 但这样一个拉台动作里面 基本上就有点类似在 应该这么说了 这一波上来是非常凶悍的 这一波上来 有没有 非常凶悍 但是呢 这一波上来就变成瘟瘟吞吞 因为它是拉尾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台股在11000点 有人说它是高点 可以吧 相对高点 但会不会是绝对高点 12682点 会不会突破呢 那我想 这是留待以后观察 但重要的关键点是 现在的台股在干嘛 主流转换期 五个字 主流转换期 什么叫主流转换期 这一波上来 如果我们去观察它内部的结构 这一波冲上来 刚开始是原物料 后面原物料开始休息了 就这个回来之后 很多原物料族开始在套了 很多原物料股开始在套了 譬如说 你可能会套在树化 套在钢铁 套在造纸 你已经开始在套了 为什么会套了 因为杨老师说原物料不可能是圆月主轴 对吧 我很喜欢拿国桥为例子 因为国桥它的股价走势之前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也操作过 我在33.2把它卖掉 今天收盘叫29.6 这一段 你看 这个地方我在这边卖 卖掉之后 多久了 不止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都往下跌 有没有 1 2 3 4 5 1 2 3 4 5 1 大概有半个多月都是在跌 所以你追到33以上的这个国桥 是不是半个月来 其实你都没有赚钱 国桥又是整个二线树化里面 它最具有人气的 你看它那个走势 你看它那个量就知道了 它最具有人气的 那现在人气在淡 将来会跌升会稍微反弹 因为30块以下有点超跌 然后就反弹上去 但它空间不是很大 空间不是很大 因为去年大概赚2.9 所以那么目前当然我们说树化股 不太可能用北一笔来给你衡量 但是不管如何 它要大跌也不会有 但我也觉得重心点是 你在半个月前买进树化股的 你现在是在套牢 那不是原物料很强吗 不是喔 对吧 今天是1月16号 半个月前1月1号 1月2号开红盘的时候 你跑进去买树化股 今天就套了 一直套到现在 这叫做主流转换期 其实台股的部分来看 我们成交量如果不是尾盘的这根大量的话 我们不会到1300亿 我们其实量很小 那为什么量很小 因为有一些散户 你套在钢铁 或者你套在航运 或者你套在什么 树化上面 你跑不出来 所以短期间会出现这个现象 那将来呢 将来在这个资金 你当你从原物料的资金释放出来之后 台股的大量就会出来了 量就会出来了 好 我们以后再来看 但是呢 这个叫主流转换期 主流转换期通常 比较可能看到的是低价股会先动 为什么低价股先动 因为低价股最容易吸引散户的买气啊 所以我要让你从原物料的资金跑出来 我一定是买完低价股 我今天拉大力光 拉玉均光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对吧 可是我拉一个二三十块的股票 十几块的股票 你可能就认赔卖出了一些原物料嘛 他就资金会释出来 所以最近的一个部分来看 你可以看到什么 很强啊 群创真的很强 好 群创为什么这么强 待会来跟你谈 待会来跟你谈 但是你可以看哦 群创三天之前都不强 群创三天之前都不强 群创股价盘跌了快四个月吧 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盘跌了四个月之后 这三天才开始转强 这是群创 是一定有人进来啦 没有人进来不会这样走啦 但是这些人进来 你会发现到 那之前的股价在高档会不会过关 很简单嘛 这就像套牢人了 这大套牢这个量有够大 大套牢会不会过关 就很难了嘛 所以群创的拉抬是什么 是一个吸引人气的低价效应 好 低价效应的走高当然有好处嘛 我该谈到有好处是什么 我可以很容易就吸引到一些 游离的散多单啊 因为你买得起啊 你买得起啊 你买的张数很多啊 如果要买137块的股票 你可能只能买一张 可是要买13块7的 你可以买10张 你呢 很喜欢买那个10张的 你不喜欢买那个一张的嘛 那我好像跟你不太一样啊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群创的走高是好事 这叫业内盘 业内主控 业内主控之后 盘面的架构会开始 用业内的滚量方式 会吸引到一部分的游离资金 回到电子身上 这是好事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其实台股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你看起来这个大盘都在涨 大盘都在涨 可是问题的重心点是 你可能昨天最近去已经会套牢 对吧 有 昨天全新涨停板 今天全新杀回来 如果你不小心追到今天的高点 113块半 回来到106块 当天就跌7% 7块钱6%老赚6% 当天跌6% 有没有 变成大家不敢追嘛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讲给你听啊 那就位阶 全新的位阶很高 很高 这一段从低档拉上 已经涨上来 已经涨 如果严格算的话 你要我严格算的话 从60块以下 拉到120块左右 已经涨一倍了 对吧 一直涨一倍 这些都不会是我要的 因为 有很多的投资朋友跟着我操作 基本上 听广播的 大部分很多都是 就是可能就是你的退休金 或者是你 拥有的一些积蓄啊 所以呢 我一直在做的过程上 我一直想的一个方式就是 我尽量不要去追这一些 已经涨一大段 我尽量买在低档 我喜欢买一些比较具有本质的 我不会让你去受伤很惨的 那种状况 我去这样做啦 一旦对了我就是一个大波段 像我上营就是一个大波段 对吧 我一旦对了就是一个大波段 有没有 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从去年的7月31号我买进上营 开始 210开始 到现在 我的抠讯没有一次 没有一天是站在卖方卖掉 没有 我只有一只在买 对吧 我一直在买 我一直想一个问题 从210涨到340 这个地方 还会有多少的空间 那是我来想 我认为空间可大着呢 或许很多人以为要涨高了 就要下来 股票不会因为涨高而下跌 股票为什么会下跌 大力光为什么下跌 它不是因为它涨高下跌 而是它的成长性 开始碰到竞争者嘛 譬如说 我的塑胶镜片 我的这个镜头 我手机镜头 或者应该这么说 如果将来我的大客户叫苹果 苹果改用 不再用塑胶镜片 因为塑胶镜片越来越厚嘛 你越加一层 越加一层是越来越厚 你要大光圈 那你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塑胶的镜片越来越多 它如果转向到玻璃 玻璃加 叫混合镜头 玻璃加塑胶的话 那我的竞争者越来越多 这是大力光杀回来的原因 不是因为大力光 找到6千块涨高 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这个原因 可是如果大力光杀下来之后 它产生一个问题啊 它产生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 现在大力光假设 他说 有人在问他说 他在那个法说会当中 他就说 有记者在问啊 他说如果你的产能过剩呢 他说我会往中低接的去接单 好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问题 毛利率下降 你往中低接接单 这个中低接的一个部分去接单 毛利率下降 可是你去接单 会打到谁 谈到玉金光嘛 打到顺雨光学嘛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投资朋友 在分析的过程 然后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玉金光的短线反弹 其实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不谈这个了 这有点题外话 它不是我今天讲的主軸 我只要跟各位谈一个东西 就是电子如果要接棒的话 我必须要出现一个东西 阶段主流 那目前台面没有阶段主流 所以我们在做过程当中 我还是针对我要的部分去做 譬如说我要MCU 我要涨价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要MCU 那我要什么 所以我再去布局 因为发现有一些我开始在做加码 那我先会员待进咯等等等 那还有一部分呢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我等你长线股的拉回 当你碰到压力的时候 我不需要去做一个这个买进 我等你拉回再买 譬如说有人在问我值得 值得为什么冲到101块会杀下来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 100块都是压力不是吗 你看得懂得都知道这是压力嘛 这一段不是压力吗 所以呢值得今天该不该追 不该追嘛 但拉回呢 拉回我会加嘛 好那 对拉回我会加嘛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绝对不是在100块这边 除非你100块站稳往上走 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做加嘛 否则你现在要进的话 我只会拉回来买 这是一个操作上的观念 我不太喜欢 我应该这么说了 我不太喜欢去追那个已经涨一大段的 但是我要的股票一定要有未来的前景 那才会是我要的好不好 所以不管如何 而盘面的结构走到目前为止 大概 因为没有主流 所以我只能跟各位报告 我还是针对涨价题材的股票去做一些规划 但今天的涨价题材不是我要的 今天有什么涨价题材 这个LCD的驱动IC涨价 你看 你就去给我追连勇 我保证你套 这种股性很烂 保证你套 但是它为什么会大涨 它涨得快 开高往上冲 因为LCD驱动IC有涨价的空间 涨价的提债 那为什么涨价 好 这个地方就要来注意 涨价分两种 一种叫做原物料的涨价 就是我的原料价格涨价 我必须要涨价 比如说铜波基板 譬如说导线价 会因为铜的价格上涨 我必须跟着调涨价格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我的医用层面扩大 比如说MLCC的一个涨价是因为什么 车用的这个需求开始起来 所以车用的使用量变大了 所以造成MLCC的涨价 另外MCU的部分也是因为 这个车用的部分起来了 所以它有涨价的空间 所以我想我的涨价的效应来自于 我比较偏向什么 偏向不是原物料的涨价 而是偏向你的应用层面扩大 因为那个才是长长久久 所以车店的题材仍然是我看的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去布它 我卖掉康普跟美其马之后 并没有开始去 还没有去布所谓的车店股 但重要关键点是MCU我先布 布完之后 我再看一下车店股能不能起来 那这一部分就是后面 我带会员操作的方向 那也欢迎各位跟上我的脚步 现在有个优惠了 优惠活动加18 幸福快乐到2018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下去 谢谢观看 每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网织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贵 不贵 不贵